我每年都要来这里好几次 月份不同 生活也是不同 今天上山来 采一种我从未采过的野生菌 今天终于不是一个人 带了我的伙伴 老板娘 这里发现了新大陆 好多 Hello大家好 我是婷子 今天我们上山来 寻找这种蘑菇 这个蘑菇叫什么菇 我也不知道 但是生活还不错了 给你们看一下 看那里也是 这种蘑菇喜欢藏在草皮下面 趴开的那一瞬间 真的兴奋极了 这个好大 这个也是 这个好小 还有这个小小的 老板娘 你看这里也有一个 给你 每发现一朵 都让我们开心不已 这里 里面 抛开来 你看 是不是 这种就是吗 真的 终于我也发现了一次了 看这个就是我发现的了 小小的一朵 一窝的 他们都说是一窝 一窝一窝一窝的 这个太小了就管它了 站在这里美好风光 尽收眼底 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整个村子 这个季节的松花 晶莹剔透 就像很多小小的鱼子一样 非常的漂亮 山上还有好多这种不知名野花 正盛开 不知道看视频的网友们 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欢迎留言 又发现了一朵 来 我下面又发现了一朵 好大的 这个后面好白净啊 就是在这 看 好多呀 就是 红果上面好多这种 杂草 这个 这个是我采的 我知道 哇 本身它后面是很白净的 结果混在一起好多泥土 都搞得脏脏细细的了 回家的路上还发现了美味的椰果 看现在这个土芙苓的果子 现在是这个颜色了 现在很好吃了 看 看 看我的手 像现在年后春天的时候吃 看我的手好脏 不管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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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 我 五朝凡人 一年有三千 只剩我和山前浪漫 都盡情不如琴弦 此前少年江山 今不见山高水 一千万岁 春心只在一门眼 就此无法持过 终身要冷泉 天长山 爱河边交叉 都盯着心在一切 不愿意看人家 不愿意看人家 炒好了才发现 蒜苗和猪肉 根本就没有放进去 却一点都不影响 它的口感 非常的清甜 我刚刚尝了一下 你们喜欢吃这种野生菌吗 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今天拍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好